台湾自产疫苗争议频出 除了名为高端的疫苗 引发的争议仍未结束之外 台湾联亚公司生产的疫苗 近期没有获得疫苗紧急使用授权 而提出要申请 也再次引发了争论 我们来看驻台记者发会的报道 台湾联亚公司表示 将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诉 提议以Delta变种株 同时比较联亚疫苗与AZ疫苗 所产生的抗体情况 再次进行评估 对此 台湾卫福部门表示 联亚如果有任何想法 当然可以提出 食药部门会审查相关资料 再次评定 他们认为还有相关的理由 或者认为这个疫苗 仍然有某一个程度 对着整个社会防疫 是有效果的 那他们提出申诉 那当然要提出相关的理由 跟它的实验的计划 那当然是交由这个FDA 这边去做审查 高端 那还有相关比较的这一剂 这我们会公布 那联亚的 我们不会主动来公布 对于联亚申诉的可能结果 有台业界人士表示 联亚是在躲避正面回答问题 因此并不看好 老师不是问你说 你们对DELTA的病毒的 保力怎么样 如果他用这个去申诉 这个会被通过的机会 并不是那么大 台产联亚疫苗 未能获得紧急使用授权 有台舆论呼吁 民进党当局最好将高端 和联亚的所有送审数据 全部公开 让社会大众检视比较 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联想 也可以让大众通过比较 得知 林亚没有通过审查的原因 是因为有哪些不足 还是因为所谓政治保护力不够 民进党当局 一味不想公开相关数据 究竟是想隐瞒什么内幕 此外 除了联亚疫苗 台产高端疫苗 在进行审查过程中 也面临诸多质疑 审查信息没有完全公开 还没进行第三期临床试验 就急于给民众进行施打 保护力未确定 在接种后 不良反应中 出现面部神经麻痹 以及眼压过高 两项罕见副作用 民进党当局 非要强推不够成熟的自产疫苗 埋下了种种隐患 是对台湾民众 不负责任的表现 台产高端疫苗 一旦开打 出现了不良反应 民进党当局 及其彻翼帮凶 将逃脱不了民众的审判 对台湾民众的审判